亲近水豚吃美食 再到卖场购物游玩打卡 横跨竹江口两岸的深中隧道 今年7月正式通车后 大幅缩短香港生存通勤时间 但不只吃喝玩乐 还有不少人特地北上就医 港人的医院 应该这里没有态度 港人开口大赞服务好 更别说看准费用也是相差甚远 港人开口大赞服务好 不好贵是二万两三万 政府医院要七百年 你这里三四万可以漏得起 现在那些同买厂有三四个香港人 同一间药厂同一种药物 在香港和中国的价钱 因为两地属于不同税区 有各自海关制度 无法统一采购药物下 往往相差好几倍以上 那些私家医生 我说什么海鲜的 你同样一个镜 看A医生同看B医生 这让港人惊讶的 还有看诊速度 在深圳急诊15分钟就轮到 但在香港可得等六小时 甚至还有网红带全家看牙 因为轻轻松松 一百人民币以内就解决 但如果在香港可得划上万 根据人民银行数据 2023年 港人在深圳的非现金消费 总的超过86亿 谁能想到 深圳这破店的富贵 是从香港来的 只不过也不是所有中国人 都乐见 有网友认为 社保缺口本来就大 现在港人北上就医 未来不堪设想 就怕有人医好就退保 甚至更有人反抢 想当初买个奶粉 就被骂蝗虫 这些人能想到 有惊贴吗 酸度破表 在新闻 黄泉宇报道